各位同学,你们好 配合学校的主题乐和理心 罗路斯在这里跟同学分享一本经典的名著 这本的图书叫做《爱的教育》 是意大利一位名作家阿米契斯的作品 《爱的教育》这本图书顾名思义 作者是想传扬爱和真诚 内容以一位四年级的小学生安列高身边的故事 以及记载老师和学生提供的每月例子的故事 今天罗路斯和你们分享的是这个版本 《爱的教育》 图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看看目录就看到本图书有四十四个故事 罗路斯就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两个故事 我想同学尝试在故事当中去找一找主人翁的同理心在哪里 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 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 叫做《内利的保镖》 小陀子内利是一个好孩子来的 他读书很用功 成绩很好 但身体很瘦弱 面色很苍白 他很喜欢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 同学很喜欢拿内利的驼背来开他玩笑 故意去撞他 去碰他 去整叠他 但是内利都不反抗 亦都不敢告诉他的妈妈听 因为很怕妈妈会担心 但是内利其实很不开心 他在小息的时候 他总会坐在座位那里 静静地流泪 有一天 黄皮的弗兰提 他又来欺负内利量 正义的家朗就大叫 你不要再欺负内利量 谁欺负他的话 我就一拳打下去 弗兰提就说 我就不信你会打我 于是弗兰提就继续欺负内利王 继续去动他 去撞他 家朗真的连打他三拳 打到弗兰提都昏不下 后来他们变成了好朋友 家朗经常都很细心地照调内利 经常都会帮助他 内利将家朗的耳勇行为 告诉他妈妈 每一天 内利的妈妈来到学校 见到家朗 他就拥抱家朗 还将他在颈上的十字架颈链 脱下来 套在家朗的颈上 多谢他 经常都保护他的儿子 第一个故事分享完毕 接下来老师和大家分享故事的第二个 用者无敌 今天上体育堂 老师要同学跨懒 同学呢 老师就要要求每一位同学呢 爬上去一条高高的环木上面 然后呢 在上面呢 就是站起来 内利的妈妈呢 好担心啊 内利呢 应付不来 于是乎呢 就和体育老师 要求他呢 不如豁免啊 内利啦 今天不需要他上体育堂啦 但是内利呢 就和妈妈说 妈妈 我做到的 而且有家朗在那儿 没有人会欺负我的 到上体育堂的时候了 一个个同学很敏捷 好轻松地爬了上去 现在到内利爬上去啦 阿内利 他一伸出他瘦削的手臂 同学就已经笑他啦 有同学已经 恃笑他 说他一定做不到啦 阿嘉朗看到这样 他就叉住手 瞪大眼睛地 看着这些橫皮的同学 那些同学才肯静低下来 内利开始爬啦 哇 面都青了 汗水不断地流下来 嘉朗和几位同学就大叫 加油啊 努力啊 老师见他爬得这么辛苦 他就和内利说啦 好啦好啦好啦 就这样啦 你下来啦 不用继续爬啦 但是内利 还要继续的坚持 他一下一下的前进 他终于爬了上去横屋上面啦 还站了起来 嘩 大家好开心啊 欢呼起来 还为他而鼓掌 放学的时候 内利的母亲来接他 同学呢 都跟内利的母亲说啦 内利今天好聂啊 他和我们一样 爬了上去横屋上面啦 他今天真是好勇敢啊 同学啊 同学啊 两个故事 罗老师已经分享完畢啦 是这两个故事当中 你们找不找到 他们的同理心啊 想一下啊 没错啊 当内利被人欺负的时候呢 那家朗的建议勇为 他去保护 去关为 这些就是同理心啦 当内利信心 不足够的时候 同学见他 没有信心 去爬上去横屋上面 他们就去鼓励他 去为他打气 去和他加油 这些就是同理心啦 当同学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们又怎样 懷着同理心 去帮助身边的同学呢 好啦 今天罗老师呢 就藉着这两个故事 和大家分享 有关同理心的精神 那同学 有没有 有所提法啦 那同学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图书馆呢 去借阅这一本 爱的教育的图书 去看了呢 其余的 有关爱的故事 好 罗老师呢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多谢同学